哎呀 马自达呀 马自达 一辈子的混动设计 到现在都2.0了 但不得不说 马自达的这个混动设计 到现在来看 依旧算是很精进 那个黑布照着的是新车吗 这个造型看着 那是马三的造型 马三不是找出了吗 黑色的东西 而且超级是黑色的 难道是它那个黑药板到天了 让我们去沟通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沟通完了 这就是马自达的新车 马三 黑药板 马自达三昂克赛拉黑药板车型 整体延续了混动的2.0设计 宽大的中网 加上这个犀利的头灯 显得整个脸具有极强的冲击感 普通版和这个黑药板 唯一的区别在哪里 就在这个轮毂 和这一个耳朵 是一个熏黑了的处理 说实话 买马三的人有几个不去改装呢 这样省掉你改装费用 也不需要你的交警部门报备 出场就是这个颜色 而且这个黑药板车型的 两个黑色烤漆设计 在阳光下它是显得特别的耀眼 来我们来尾部 来到整个马三的黑药板车尾以后 你会发现它延续了普通版本那种 简洁概念的一个设计 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下边保留了双边 真双出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话让整个马三 继续延续了它运动的风格 走 上车内 其实你还没有上车 打开车门那一瞬间 你会发现它整个内饰 采用了一个红色设计 我不知道相机能不能拍出来 这种红色的设计 看上去是和普通的红不太一样的 它叫伯根蒂红 伯根蒂红其实是一个法国红酒的名字 当整个放在这个车内以后 你就会发现有一种很高端的感觉 在很多细节的地方 它也采用了伯根蒂红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这个中控的缝线 挡板的缝线 还有方向盘内部的这个缝线 还有四个门板的红色缝线 全是采用了伯根蒂红的设计 那么整个内饰 除了这个伯根蒂的红色设计以外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这个车机系统 现在车机系统增加了一个IDM人马议题 驾驶评分系统 这个系统上面显示一个青铜 然后本次得分平均得分 当前状态有一个刹车转向以及加速 其实这套系统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能够理性的驾车 我觉得最值得一提就是 这里有一个青铜骑士 再往上是一个钻石 然后最高是荣耀骑士 当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你开这台马自达3 就像感觉上是在玩一个排位的游戏 比如说像《王者荣耀》和《英雄野梦》 你拼命的想把自己的排位打上去 其实你把排位打上去的同时 你的油耗是降下来的 因为你的驾驶状态会更加的科学 以及更加的省油 没想到一个做操控的马自达 现在也开始省油了 这个油甲确实挺对的 马自达3昂克萨拉黑药版车型 它的动力依旧延续了那套2.0升的发动机 配上是6AT的变速箱 整体的动力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马自达这个黑药版车型 它还在CX30上配备了 外观上面除了在这个黑色轮毂和耳朵是黑色的以外 它多了一个黑色的行李架 因为没有实说 所以说我没有看到真车是什么样子 针对黑药版车型 各大经销商有不同的金融政策 普通版车型和黑药版车型 它就只贵了1000块钱 如果说你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各大经销商去问一问 比如像我们重庆 你也可以到重庆的各大经销商去问一问 这款车现在的售价以及它的金融政策 好了 我说咱们下期再见